第54个知识点 政府补助的识别 先说什么是政府补助呢 它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 或者非货币性资产 但是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是我们无偿从政府取得的 可以是货币性资产 也可以是非货币性资产 注意它的特征 第一 无偿性 需要注意的是无偿不等于无条件呀 我们要去申请政府补助 是不是得满足什么什么样的条件呀 无偿不等于无条件 第二 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它可以是货币性资产 也可以是非货币性资产 都可以 主要形式包括财政拨款 财政贴息 还有税收返还以及无偿化波非货币性资产 在此同学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税收返还包括新征后反和急征急退 这两个都是属于政府补助的 而我们的税收返还 除了这一个税收优惠以外 税收优惠还包括直接减征免征增加急税依据 抵扣额 抵免不分税额等等 这些呢 我们有没有无偿的从政府取得货币性资产 或者是非货币性资产 并没有 我们没有直接从政府取得责产 所以这些税收优惠是不属于政府补助的 再有一个增值税 出口退税 咱们学税法的同学知道 出口退税退的是什么 我们出口是免销项退进项 退的进项是我们之前在国内自己负担的进项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钱 我们自己事先先垫付了 出口的时候退给我们 所以这个钱并不是我们从政府无偿取得的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钱 所以不属于政府补助 再一个同学们需要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 是与我们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日常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 那这个钱是我们销售商品或服务的对价或对价的组成部分 那就不是政府补助了 比如说我们是卖新能源汽车的 我们正常的卖一辆车是20万 现在政府说你卖给消费者便宜一些 让老百姓都来开这个新能源汽车 那规定我卖给消费者只能卖16万 那另外的4万 我这个车骑愿意吗 不愿意 政府说 那这样我政府来补给你 所以我这个车骑我应该确认收入多少钱呢 我正常卖卖20万 所以我确认20万的收入 而现在呢 我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只给我16万 我是只确认16万的收入吗 不是 还有这4万 从政府取得的 我也要作为销售新能源汽车的收入 也就是说这4万块钱是我销售商品的对价 应该按照收入准则来确认收入 而不是政府补助 这个是这几年一直在考的 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来看看历年的考题 13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呢 考的比较细节 还是比较重要的 咱们来看一下 职业享受的下列税收优惠中 属于解会计准则规定的 政府补助的 是什么 A 增值税 出口退税 我们说退的是进项 这个进项是我们之前自己在国内负担的 是我们自己垫付的钱退给我们 不属于我们从政府无偿取得的 所以这个不对 B 免征的 C 减征的 我们有从政府取得货币性资产或是非货币性资产吗 没有 所以这两个都不属于政府补助 四第 先征后反 那毕竟是反给我们了呀 所以这个属于政府补助 大家要特别的把先征后反和急征急退 接下来他们两个属于政府补助 接下来看20年的计算分析题 节选了一个资料 甲公司20母8年度财务报表 经董事会批准于20母9年3月15日向外爆出 甲公司与20母8年度财务报表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资料2 20母8年12月3月1日 甲公司与其所在地政府签订协议 根据协议的约定 甲公司将按照所在地政府要求 开发新型环保建筑材料 那你让我开发 我就得开发 政府将协议与签订之日且一个月向甲公司拨付款项2000万元 那这2000万元我能不能够作为政府补助来进处理呢 他说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成果归政府所有 那说明你给我钱让我去进行研究 研究出来的成果归你所有 那您这个政府就是我的客户呀 你给我的2000万就是我销售研究成果取得的对价呀 我能将2000万元作为政府补助来进处理吗 那就不能 当日甲公司收到当地政府拨付的款项2000万元 我现在还没有给你研究开发呢 先给我钱了 那就像我还没有把产品卖给客户 我先收了客户的钱是一样的 我应该将这2000万进入到合同负债中去 等到我研究好了把商品转移给客户了 那我才能够将合同负债转做主营业我收入要求 根据资料二判断甲公司从政府取得的款项 是否为政府补助 那不是 因为这2000万属于我销售对价的金额 并说明理由 并编制相关的款项分路 来怎么解 收到2000万直接记录到合同负债 此处没有考虑增值税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下税分离了 注意合同负债中是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的 如果让我们考虑增值税的话 我们就得把增值税单独的拿出来 合同负债中反映的事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 那我们需要去回答它不属于政府补助 理由是因为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的研究成果归政府所有 这个业务是政府委托我们进行开发的 政府作为我们的客户 甲公司作为研发服务的提供商 所以应该按照收入准则来执行 而不是政府补助 再来看一道18年的单线帖 说二某二二年度甲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看到一二三四 您先看问题 甲公司应作为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的有什么 第一 因生产并销售环保型冰柜 收到政府补贴40万元 按规定 甲公司每销售一台环保型冰柜 政府给予补贴500元 该环保型冰柜每台生产成本900元 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600元 那我卖一台 您给我补贴500元 是不是说明这500元就是我销售冰柜对价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应该按照收入准则来执行 而不是政府补助 那括号一就不能选了 括号二 为研发第二代节能环保型冰柜 发生研发费用900万元 税法允许税前抵扣1800万元 说明可以加计抵扣百分之百 那这个是属于税收优惠 它属于政府补助吗 是 不属于 为啥 因为我们没有从政府去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我们只是在税前多扣了900万而已 第三 按规定直接定额减免企业所得税300万元 我们少交税了 我们有没有无偿从政府去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也没有 所以这个也不属于政府补助 第四 按规定收到急征急退的增值税200万 急增急退这个属于政府补助 所以这要题我们应该选择的只有A选项 好 到此为止呢 咱们就把政府补助的识别给大家说完了 这个知识点呢比较简单 大家一定要把握